我跟大家爆个料 这个东西怎么临选 茫茫人海之中 我要怎么见到你 这个比真爱更难 一幕前面的朋友听清楚 因为有机会你也会遇到 这个东西 一定就是要写一个感人的故事 你前面都看不出来 你身高体重 然后你去世别话 你没有名字 没有证号 然后也没有他的这个 你都没有的话 你要怎么办 他有一个叫备注栏 是 备注栏你要想一个 特别的一个故事 比如说 让识别度就在那边出来 对 比如说 你要跟委员讲说 女学老师 他从小非常的辛苦 可是呢 他是我们国家一个重要的资产 他三岁的时候 就会通晓历史 所以他三岁的时候 就可以把这个中国大陆的 朝代表给备出来 你讲不能讲太多 因为讲太多委员也会忘记 被他讲到我没有去关 好像很可怜 没有 就有点可惜 你就要一个点 其实如果大家会关的不多 但是我们会一半的人是男生 男生都会进去当兵 就跟我们当兵的选兵一样 你选兵的时候 你一定会跟你长官讲 你要去哪一个营区 要选谁 那个人是怎样怎样 你就是要一个美港 所以你那么多份 你只要看到 这些官键字在这里 有个天才 三岁就会被历史朝代表 有可能吗 不可能吗 这个就是我的目标 我的真爱 你就会把它勾选出来 所以你说法务部有没有问题 你能不能公布一下 易宝宏的备注栏 对啊 大家看这个嘛 大家评评一下嘛 他一定 你不可能在上面写说 2014年的时候 2012月 叫小伙伴 选乌龙主 我对他 他想把他卡 跟何堂的一个小哥 天生神力 不可能嘛 所以我就很想看一下 他们当初的密码是什么 所以这个东西 很多人现在 其实我觉得 也不能只骂民进党 国民党他也是这样啊 为什么大家都不修法 宇徐老师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这个我之前 黄国昌来的时候 我们聊过这件事情 你知道吗 就是六法全书 为什么那么厚 其实你仔细看 大概有八成左右的法条 是用不到的 但为什么要搞得那么厚 就是在当年党国时代 就是你当顺民 这80%的法条 就不会用到你身上 但是一旦你白目 我随便都可以找一条 用在你身上 那当年的党外 他们是受害者嘛 OK当然就是恨之入骨 可是当他执政之后 他发现 这一步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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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执政之后 那大家都有机会执政嘛 对 大家都有机会这样玩嘛 对 大家也都有机会出事嘛 那大家就继续这样玩嘛 对 正确我觉得 好听晓峰的 我觉得是这样 没有说民进党他故意党 或者是国民党他不推 这个都没有 是大家就像旅学老师讲的 大家都有选民服务 大家都有好朋友 谁没有几个会贪污的朋友 那你说你进去之后 如果你把这个门关起来了 你要怎么跟你的朋友 你要怎么给你的金主解释 你没有怎么交代 对啊 金主大哥我跟你说 这不是我没有要上外意见 因为民国几年几年的时候 三读通过 进入委员会之后 你看看 党也会跟你讲这个 你就是没有办法处理嘛 你给我拿多少钱啊 对啊 你刚才双家我招呼多少 对啊 那家家我四十万年了 对啊 大家双家就叫阿姨 这些朋友进去 你给我发疼 哇 这个东西就不能接受嘛 所以你看一下那个 那个外意见 我们目前查出来就是 这个想当当的名单 对 有花莲的立委 傅坤奇 是 然后绿营的有 陈泽南 吴乃仁 OK 然后卫权钱董座 魏映冲 元大董娘杜立庄 这个博达的钱董座 叶树飞 然后还有扁家的 有没有 赵玉柱 赵玉柱 都在外意见啊 所以回到我们 刚刚讲的备注栏 这些人到底怎么进去的 是 这些人一定 你看我茫茫恩海里面 我怎么跳到叶树飞 百里挑一啊 对啊 万里卷一 对不对 你怎么在一万 七万个人里面 他如果在备注那些 我有财经专业 对啊 到底怎么挑到他的 这些人都是重点 所以重要的就是说 以后 如果我关上了这扇门 上帝也不会帮我打开窗 当我要选民服务 想难听一点 当这些 明代的团队 有人进去的时候 你要不要帮他送去 当然啊 因为我们当初 这怎么打开的 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大庄角 这个大庄角是有党职的 那个时候呢 就是没办法 因为他是累贩 然后呢 他又贪污 又被抓到 又判那么重 你想想看 他有当过 党部主委 党部主委是什么概念 这些议员 都我提名的 对啊 我今天是什么 我要离去 你跟我说没办法 你是在说什么 你们要不要选 所以就有四个立委 也是他们那一区的 立委就跑了去 非常快速 就开始修法 就说你们累贩不能去歪一间 这个东西是违反人权 累贩怎么了吗 累贩怎么了吗 我就哇 累贩 累贩这样怎么办 贪路也不能耻夺公权 对啊 对不对 断了我们家香火 累贩他可能是思虑不周 第一次没注意 第二次不小心 第三次说 设计的 对啊 对啊 你也是国附议三中的 对不对 投资才好赏 对不对 我记得那时候 我还在跑新闻 然后有一个委员告诉我一句话 玉峰啊 法律并不完美 所以呢 每个人都有重生的机会 哇 眼神之真子 诚恳 诚恳 语气跟温柔 不知道在说啥 所以呢 一般的法条 哇 省到旷日费时 你要省个几年 那那个时候把门打开 只花了几天 81天 81天打开之后呢 那个大哥 两个月后就到了外义间 就到了园艺组了 就去开始修剪花草树木了 所以呢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其实哦 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把这扇门关起来 关起来之后呢 大家日子都难过 但是呢 相信小峰 小峰告诉你们 九月一定会处理 但是呢 只处理易保侯 然后呢 不会处理贪污 不会处理重大的经济犯罪 他只会说杀人 这些 因为他们的朋友 比较少杀人 只要 他们的朋友也不用自己杀人 对 所以没错 大哥太专业了 所以呢 会不会处理 我觉得会处理 但是哦 不会得到大家想要的公平正义 但是玉峰 是 你觉得现在台湾的预政改革 常在喊预政改革 我们的监狱到底有没有矫正的效果 因为我们看到的资料 台湾监狱回容率高达84% 我们这个东西 监狱是这样 我听过一个好朋友 他出来 他讲会有个三部曲 你没有关过的朋友 你进去会生不如死 我说会跟当兵一样吗 他说可能比当兵更惨 因为你当兵的时候 其实大专兵嘛 大家就验头 可是监狱里面你会遇到 你现在是大家拼的验头 对 你就是只有教育班长可以给他回来 但是呢 你进到监锁你会非常的痛苦 因为很多人都是 大头啊根本不可能 我们讲 你要是有一点黑道背景的 你不用到哥哦 你只要进去 你到底有点混过黑道的 你在里面就会很好过 就有人照顾 对有人照顾 你没有里面的生态 可是当你熬过了这1.5年之后 一年半 你会变得习惯 那个生活 然后呢 其实有一些人 他会舍不得离开 因为他在外面的世界 很难讨生活 你就是已经习惯了 你也找到了一个 比较可以安身立命 一个大哥在照你 你就会变得不能够离开 所以为什么 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真的没有受到矫正的一个效果 是很像那一部地 你那个肖恩客的救赎 台湾翻译成叫什么 那个摩根肺里蔓延的 刺激1995 对对 刺激1995 对 你被体制化了 对 他后来发现 很多人其实出去 就为罪 抢那个超商 我以前在跑派出所分局的时候 他就说抢了 就开始一家 那先生先生你没有那个 还没有那个 还没付钱 逼哦 你知道警察抓我啊 他就想要再回去 对 警察先生来你知道吗 案子太多了 一加上大恩保 三十五公公我帮你出 警察就走了 你这样 哇 就开始吃茶叶蛋 后来那先生 哇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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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商的店员 你别闹了啦 你别闹了啦 你去对面那边闹 这种为罪就是这样 没有办法 你说有没有说到 角质的效果 一定都是没有 你看易宝宏 他好不好关 一身好关啊 如果他有心向善的话 他会蹭把腿 会把后面那个 拿出来 然后写练习 然后下面 哇 当的 好棒哦 然后下面 很多人就 把他当成英雄 哇 这样很快就可以报假啦 报假式啊 然后呢 他会再去合一波 然后会这个嘛 完全没有收到 矫正的一个效果 那你在里面 就真的是 弱弱强识 你要是里面 外面混得好 你在里面也会关得好 然后呢 最可怕的是说 我们很多 他已经不是少年犯了 你已经变成成年犯了 你一进去之后 你马上就被收成小弟 收成小弟之后啊 他的心态完全不正确 是 大哥就会跟你讲说 你出去 就冰室来接你 有没有 真的有 你知道吗 我们去采访 这个状况真的是很可怕 每个人出来都跟头跟头 穿着白T 叼戈 拿了一个袋子 穿着拖鞋出来 在那个地方 你看哦 他就是一道门 你要出去之前 他会点名 每个人都是很乖巧 可是出去之后啊 不能给他担耶 Bentley就来啊 小哥的那个 摩托鞋就来啊 才二十几岁 这台车可能不是给他的 有些手柄比较大 也是给他 可能帮大哥进去乖 你说有矫正的效果吗 没有嘛 你进去乖 你有帮大哥顶缀了 出来就是摩托鞋 出去又是做大哥 所以就会变成说 他的回容率啊 就是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 根本没有办法来矫正他们